两辆车卡在巷子里 车头对车头 时间像是静止了一般 完全没有动静 但这可不是一般的会车 因为这两辆车 竟然已经这样头对着头 堵在巷子里将近三十分钟了 双方互不相让 两车驾驶一度还下车大吵了起来 两车怄气的画面 连附近民众都看不下去 清洁队队长也出面致歉 我是认为两方都有错 让地方民众在那边看消化 这里也感到很不好意思 也跟对方家属是歉意 以后不要再化这种状况 毕竟年纪都这么大了 整这个不值得 两车对峙的僵局 发生在基隆中正路393项 证明于市场前 21号早上9点多 一辆在纸箱的卡车和资源回收车 在巷子内狭路相逢 就这么刚好过不去 但两车谁也不肯让谁 就这样僵持30分钟左右 造成现场交通阻塞 直向卡车司机因为戳不去 干脆下车在旁边的摊贩喝茶 多住车口的环保局 资源回收车司机 就坐在车上也拒绝退让 有如汽车般的黑洋与白洋 警方互报到场后 双方还是僵持着 最后警方表示 考虑要动用公权力 两位驾驶才愿意下车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 第60条的规定 不服警方的指挥机查 可以发900到1800的 狭路相逢却互不相让 不知伤了何气 也浪费彼此时间 真的不值得 记者朱丁龙 李婷希基隆采访报道